昨天周日下午林口有民众路边撞见一栋将近20层楼的大楼 上头有一名小男童站在没有围栏的外墙 只有50公分左右的外围乌突 手里还拿着吹泡泡的玩具在玩耍 身旁有半开窗 可以看到里头有另外一名男童在屋内往外来探视 民众看到简直吓坏了 还有另一名女子赶紧跑到社区找警卫 没多久孩子就迅速被带回屋里头了 而派出所也表示了有远景前往了解 孩子的父亲声称两名男童是自己跑进房间玩的 刚好窗户是没有上锁 其中一个人就爬出了窗外 还好被热心的路人发现 警方除了丁玲家长应该注意幼童安全之外 也已经抄了资料 后续将会通报社会局介入辅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